今天要念的故事是 獨角仙在哪裡 做文化圖的是松岡達英 翻譯的是黃玉文 出版社是清零國際出版社 故事開始 春天到了,我們到樹林裡去找昆蟲吧 有哪些昆蟲呢? 找得到獨角仙嗎? 應該找得到吧 應該是可以,但是要很仔細找 天氣暖和了 樹林裡也漸漸熱鬧起來了 枝崖上開滿了花朵 蝴蝶和蜜蜂快樂的飛來飛去 獨角仙到底在哪裡呢? 地面上春天的花 用甜甜的花蜜吸引昆蟲飛來 春天的樹林 是各種昆蟲生活的地方 有稀食花蜜的蟲 有稀食樹枝的蟲 也有吃小蟲的昆蟲 可是,都找不到獨角仙 它到底躲在哪裡呢? 躲在土裡吧 找找看 有了有了 找到了 在堆積的 落葉堆下面 找到了 胖嘟嘟的獨角仙幼蟲 這是半透明的耶 沒有半透明啦 我以前有看過 它那一隻是整隻都 白色的 它只有頭有一點點 中黑色的 獨角仙的幼蟲是去年出生的 它會在落葉腐爛變成的腐植土裡 拼命吃最喜歡的腐植土長大 度過冬天 可是現在它還是幼蟲 腳和翅膀都還沒長出來 身體還很柔軟 沒有力氣跟敵人打鬥 所以有的被 岩鼠吃掉 有的被 柔骨咬傷 有的會死掉 好可憐 夏天剛開始的時候 幼蟲會潛藏在 腐植土下面的泥土裡 製造一個蛋型的房間 造這個房間要做什麼用呢 來我們看一下喔 你看第一個 它就是 在這個房間裡面 會扭動它的身體 然後 大概七天 它 會一動也不動 那在 一動也不動的時候呢 它身體會開始變橘黃色 頭部的皮會裂開 出現白色的蛹 蠕動的身體脫皮 開始長出短短的腳 它的腳生長了 就形成獨角仙的模樣 喔它現在這樣子 已經有個獨角仙的模樣了 接著開始脫皮 經過四小時後 就會變成 橘黃色的蛹了 原來獨角仙會結蛹 應該是跟 夏天的時候那個慘一樣 獨角仙的蛹 靜靜在房間裡 待了約一個月 這期間 它的身體裡面 為了變成大人 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然後它那個蛹經過了大約一個月 身體裡面可以看到 黑黑獨角仙的樣子 過沒多久 它就會開始活動它的腳枝 剝掉外面的蛹皮 靜角抬起身體 把下翅收容在上翅下面 已經完全變成獨角仙了 上翅也漸漸變黑了 因為它的翅膀 一開始還是有點黃紅的 橘黃橘紅的 獨角仙 在地面下的房間 休息了四五天後 終於用大腳挖掘泥土 爬到地面上 夏天的夜晚 獨角仙開始了第一天的生活 張開翅膀 飛上天空的獨角仙 發出 嗚嗚嗚嗚 震動翅膀的聲音 奮力飛舞 獨角仙飛到樹林裡的一棵高大栗樹上 出大的樹幹 滲出來的是 獨角仙最喜歡吃的甜甜樹枝 可是別的 可是甜甜的樹枝 別的蟲也很喜歡吃 哦 秋行蟲像飛過來的獨角仙挑戰 爭鬥領域的戰鬥開始了 一個槍槍坑坑的相撞 獨角仙終於佔了上風 把大腳插進獨 秋行蟲的身體下面 然後 腳用力一頓 獨角仙抬起大腳 秋行蟲被高舉到空中摔了下來 嗯 獨角仙就有一隻特別慘的 那個腳 所以他叫獨角仙嘛 然後秋行蟲還是有兩 好像在頭部那邊有兩個很大的 嘖 也不曉得是腳還是什麼 為什麼一隻比較戰勝風 嗯 有一些腳比較適合 戰鬥 有些腳比較不適合 秋行蟲不適合戰鬥 嗯我也不知道應該是不適合戰鬥 好 霸佔地盤的獨角仙 滿足的大吃一頓 他最喜歡的樹枝 別的昆蟲或施工的獨角仙靠過來 他都會把他們通通趕走 翠跟母的獨角仙相親相愛一起用餐 所以這邊算是他的餐廳就對了 只有一個菜 這樣也不錯啊 幸福啊 公的 和母的獨角仙 在樹幹上的餐廳相遇 交尾後 準備要產卵了 好快喔 夏天快過完的時候 獨角仙短暫的一生也要結束了 母的 在斧植土裡產下了卵 不久也會死掉 好可憐喔 嗯 大約經過了一星期後 從卵裡孵出了幼蟲 出生的小小幼蟲 在地底下吃著斧植土漸漸漸漸探 這等於是說他的生命 從這邊開始又回到書的一開頭 又重新再過一遍了 他的卵好小殼喔 嗯 然後經過十天之後 會生出小幼蟲 然後經過兩個星期之後 經過一次脫皮 會再大一點 然後再經過兩星期 第二次脫皮之後會更大 我以前看的時候好像 這麼大一隻吧 有人在吃獨角仙幼蟲嗎 我也不知道 故事結束囉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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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喔